YO 欢迎来到吃沃多吉,我是你们的Dogi 410元来到三重文化北路,能吃些什么? 第一家先吃个万丹红豆饼开开胃 奶油红豆我通通要 点了三个招牌双蟹45元 长得越不规则我越爱 看似外表不怎么样实力却很坚强 甚至认为是文化北路上的佼佼者 口味不会太甜蜜,既有smooth and creamy 轻轻咬下Gently 吃完甜的要吃咸,静静路人再开扁 发生在我要吃的电小二门前 不确定这是不是三重人日常 不过我此刻心里却是一批荒 很快进到店里压压惊 吃上美食没阴影 卤肉饭小碗25元 便宜分量也不少,味道也不差 虾仁跟50元非常有记忆点 10元油豆腐 配上店内辣椒才称得上各中巧楚 成绩肉圆非用餐时段也很多人 看到它立刻化身小狗粉 店家的功法四炸非炸 配上店家咸香酱汁 35元油贵看得到芋头圆块 真的好吃好吃 45元四神汤 可点可不点 接着前往山明 喝一杯30元四季春清茶 提醒家人们外出西大环保杯避免 不要浪费 清茶茶香搭配小姐姐笑容 否让人心动 增计花枝羹80元 那就来一碗满满的 花枝羹 花枝羹裹粉本身不厚重 花枝肉质摇起来也有弹性 鲜奶小馒头小笼包 这两款的人气程度不相上下 可以看到现场师傅所做过程 但要注意店家是下午4点才开始营业 虽然等待的时间比较久 但看师傅包的过程很疗愈 老板娘态度和善 下次前来那是必须 个头很大颗 调味稍嫌清淡 但是好吃 三重文化北路我一定会再回房 最后多几福 大家都这边 今天是好值得的一天啊 这么一天啊 我们下小酒 我给你